好 模板方法模式 这个模式啊 就这一页PVT 因为它特别简单 所以说我们也没必要再弄那么多目录啊 什么总结啊 这些都没有用了 它表示了什么意思呢 模板方法嘛 就是如果是我们有这几步处理的话 看到了1看到了2看到了3 如果我们代码中有这几步处理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方法就给它封装起来 然后调用的话就调用到一个方法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对自己内部的一些顺序处理 或者说有那种特殊顺序 特殊逻辑 特殊结构的一些方法 给它做一个封装和一个合并 然后呢 给它输出一个统一的一个对外的一个方法 这就是模板方法模式 这个表示的又特别简单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一个代码来进行演示 就足以能够把模板方法表示的内容都给它表示出来 所以说这一块呢 应该是我们在要求中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 你在要求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这么用 这个设计模式是特别有效的 也是特别降低组件和组件之间 包括模块和模块之间的这个偶合度的一种设计模式 所以说你应该去参照你的系统中 或者你的工作中 应用到的一些地方 然后呢 你自己去看一下 对标一下 看看是不是可以这么出现出来 好 模板方法模式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我们能把个因子给达出来就行了 至于它的一些人用场影呢 大家在自己的业务工作中 要多去捕捉 多去琢磨 因为这个设计模式 基本上也是在业务中来有 越是这么常用的 看似特别简单的 越是不好在一些经典的框架中 来总结出来的 都是分享到各个业务中 都是比较常用的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就不再花核心的时间去讲 接下来我们接着看职责链模式 职责链模式呢 因为它稍微复杂一点 所以说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套路来讲 职责链模式呢 首先是一步操作 可能分为多个职责角色来完成 先谁先谁在谁 一步一步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 把这些角色都分开 用一个链串起来 就跟我们吃烤串一样 一个操作 分为多个职责角色来完成 然后把角色分开 然后穿起来 然后呢 将发起者和各个处理者进行隔离 这儿表述了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将发起者和各个处理者进行隔离 第二个呢 是各个处理者之间也进行了隔离 如果是我们不隔离的话 这可能是混在一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操作 但是呢 我们将发起者以及各个处理者 就是各个职责角色 都进行隔离 发起者隔离 然后各个角色的处理者呢 也分别进行隔离 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晰了 我们看一个演示 比如说你要请假 需要做张审批 需要经历审批 最后呢 需要总监审批 我们这儿 你模拟这么一个例子 首先呢 我们把各个角色的这个class 给他先定义下来 大家看有一个action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名字传进去 然后呢 还有一个next action next action就是说 下一步都是谁 这儿有一个set next action 就是把那个next action 给他设上 然后呢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 先把自己的本身处理掉 然后呢 再把这个next action 进行一个执行 特别简单 这只是一个演示模拟 比如说我们 let a1复制成new action 然后把组长传进去 这就是组长 a2是经理 a3是总监 然后a1.set next action是a2 a2.set next action是a3 然后执行这个a1.handle 就是直接把这个什么流程 提交给组长 然后呢 组长的这个next呢 是经理 经理的next呢 是总监 这样的话 通过next的这个逻辑 就一步一步往下执行了 组长经理和总监 现在来看 逻辑上是不一样的 当然你可能会问 比如说我们这个处理函数啊 都是handle了这个函数 对吧 然后打印了这么一个 谁是审批的这么一个日志 当然你可能会问啊 比如说组长经理总监 他们审批的动作 可能会不一样 他们审批过程度点 可能会不一样 他们审批的逻辑 肯定会不一样 这样的话呢 就是另外一些设计模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设一个负累 然后呢 生成这三个class 来然后去集成它 分别实现不同的handle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讲过的那个多态 你开始讲 免疫对象三特点的时候 最后一个特点是多态 就类似于这种设计 但是这种呢 和这个负责链模式是不冲突的 负责链模式只不过是 把这几个都设成一个链状而已 好 我们代码演示一下 到我们的环境中呢 我们把之前演示 原型模式的那个代码 先给它删掉 并据PPT中 我们开始写 class action constructor 过多函数里面我们要传入name 就是传入谁审批的这个名字 listrname复制成name 然后listrnextaction复制成name 就是下一步谁审批 先给它复制成name 好 接着来一个setnextaction 然后把这个action传进来 然后把这个listrnextaction复制成action 我们把这个nextaction给它一个复制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这是真正的处理 然后打印一下setlnp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 if listrnextaction 不等于nan 然后呢 listrnextaction.handle 执行 逻辑是特别简单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测试代码 a复制成newaction 这是组长 然后lastr复制成newaction 经理 lastr复制成newaction 总结 这是几个审批角色 对吧 然后我们要添加nextaction a1.setnextaction 然后把它设成a2 这个没有问题是吧 a2.setnextaction 我们给它设成什么 设成a3 然后直接执行a1.handle了 好 代码保存 当然保存呢 我们到控制台里面去执行npm rundv 要给大家看 组长审批 经理审批 和总监审批 对吧 没有问题说明 代码是执行了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编写 是为了能实现这种 a1.a2.a3 链式的这种操作 我们回到PPT中 一种场景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业务场景 就是类似于这种请假的 先组长审批 再经理审批 再总监审批 这种的场景 基本上是埋伏在业务中的 不可能我们一些技术的话 就能建造 就是像这种请假的逻辑 我们技术上是不管什么请不请假的 计算机是不请假的 计算机可以24小时连续工作 既然说这个设计模式 经常存在于业务中 我们在一些技术点中不好找 那我们可以对待一下 GS中特别像的一个地方 就是GS的链式操作 我们看一下 就是值得链模式和业务结合比较多 GS呢能联想到链式操作 链式操作其实也是值得链 要不然都就这个名字嘛 比如说 这块的链式操作 Promise.zen的链式操作 这个都不用我们再演示了吧 Promise.zen的链式操作 我们之前看过好几回了 然后这块的链式操作 我觉得也是特别基本的操作 所以说 我们认为你在学习 全装设计模式之前 你这块链式操作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还包括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Nodex.zen的链式操作 就那个Stream的 有一个pipe的链式操作 这个我们这儿没有写 不过那个也比较简单 前提是你是了解链 你如果没有链式操作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不管是这块链式操作 还是说Promise.zen的链式操作 还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Stream的pipe的链式操作 他们表述的意思呢 不一定是值得链式操作 说的什么发起者 然后教过几个链式处理 这样的一种场景 但是呢 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 .zen.zen 包括这块 .什么.什么的链式操作 来很好的满足这种场景 而且呢 就是这块的链式操作 包括这个Promise.zen的链式操作 包括其他的链式操作 也都是和这个值得链式模式的 这种写法是特别相似的 在我们实际应用中 是用的特别爽的 特别方便的一种 结合是没有问题的 实际的原则验证 发起者与各个处理者进行隔离 这个我们都说过了 然后它是符合开发封闭原则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们一开始就讲 所有的这种减偶拆分的这种操作 都是比较符合开发封闭原则 好我们做一下总结 概念和用意 是发起者 然后不同角色审批 然后把发起者和各个角色隔离 各个角色呢 要通过链的方式来串起来 然后实验方式呢 我们模拟了一个请假审批 需要三个角色来审批的一个方式 JS应用场景 我们就联系到JS的链式操作 好这一节就讲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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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